兩代命理師 齊開運 你知道我們敲多久嗎 敲了20年 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今天節目非常精彩 李玉佩老師 老師好 接下來歡迎的是李行老師 大家好 歡迎 我們這個李行老師 跟我們玉佩老師 是李玉佩老師的阿伯 你要保養 嚴重的 嚴重的 李老師要保養 李行老師咧 其實我的過程 跟玉佩老師滿像的 其實在剛開始 真的沒有想過說 我要進入密理行業 更沒想過說 我要傳承家業 你原來學什麼的 我本來是學這個化工的 我曾經一開始 我學了一年的建築 後來接下來全部學化工 然後學完了之後 我還到大陸的這個傳統產業 工作了十年 那後來 對 後來是因為我爸爸 健康的關係 那我沒辦法 因為我家裡面 就我一個小孩 所以我必須要回來 那回來就 就接進入了這個 命理行業 那這樣聽起來 也許大家都會覺得說 那就是 好像所有的故事 都是這樣子 去這樣子延續的 其實你們知道嗎 所有的一些細節 都在玉佩老師的掌握之中 怎麼講 因為從一般的小朋友 為什麼我說 都跟玉佩老師很像 一般小朋友都背什麼 人之初 性本善 背九九成八表 是 那個玉佩老師 從小叫我背這個 五行深刻置畫裡 要我背這個 易經六十四卦 那那時候只是覺得說 我跟一般小朋友不一樣 但是就媽媽嘛 媽媽在家裡面 就跟菩薩一樣 OK 好 那我就 媽媽叫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你媽在家是菩薩 還是慈禧太后 看事情 看事情 那再來就是說 一般小朋友 如果說做錯事情 可能要去罰站啦 或者可能要被打屁股啦 但對於我而言 我剛講的那些什麼 易經六十四卦 五行深刻置畫裡 我又要去罰血 就要去罰血 那後來就是說 因為玉佩老師 她有收弟子 收弟子跟收學生 是不一樣的 弟子是要割頭的 對 那收弟子的時候呢 那時候就是 跟易晃老師一樣 暑假的時候 欸 想要有零用錢嘛 一般的學生 都會去佳樂福啊 什麼麥當勞加油站啊 玉佩老師說 你不要去那種地方 對 你跟著我來 我付你兩倍的這個時薪 那我就去做什麼呢 玉佩老師 她也不會強迫我 她說你就在旁邊 一些師兄師姐來的時候 你就負責招呼 然後呢 負責錄影 那負責就是說 幫忙擦白板 好 那這樣子做是做什麼 其實現在想一想 她是經由這很長時間的 一個積累 我就在旁邊聽 因為我在旁邊 我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嘛 對 跑不了 我就在那邊聽 好吧 因為又要錄影 那有時候錄影的時候 那錄影機它會跑嘛 所以我不能做其他的事情 我就得一直看著玉佩老師 所以她寫什麼 我都記在這個腦袋裡面 當我總進命理行業的時候 我才發現 其實我從小的時候 一直在現在 我始終都是在密理行業 只是玉佩老師 她一直有有意無意 有形無意形的 讓我沉浸在這個環境裡面 玉佩老師讓你假自由 對 假民主 對 放你出去還拿繩子綁著 對 如果妳常跟玉佩老師 那個聊天然後溝通就知道 玉佩老師她席字如今 她能夠用一句話講完 她不會跟你多說另外一個字 所以從小到大 玉佩老師她就一直 有點類似像循循善幼這樣子 但是我 欸 老師 那你們算過你們子女的命 他們是 我們以前看玉佩都要什麼 命中注定啦 什麼命代賄 有的沒的啦 什麼天命啦 不然就像芙德路老師說 我在最窮困了倒的時候 碰到一個老先生 他點了我一下 然後我就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全通了這種 你們這種 那你們怎麼知道 你們的孩子 有這個資質 是可以學的 嗯 其實呢 如果有頭看婆都不教別人 別說自己教別人 沒啦 無啦 儀式同仁 其實我覺得 學這些命理的東西 還要他本身命格 有具備這樣的一個條件 可是呢 有的人適合學命理 不見得他對命理有興趣 他很喜歡率命 但是他不見得會去學命理 那理行呢 是因為他命格的關係 他是積月同兩個的人 然後又加上有文曲心 所以呢 看了命盤之後 知道他可以吃這一行飯 可是也要他有興趣 那時候有苦口婆心 跟他講啊 沒興趣就是沒興趣啊 他覺得男生 男生好歹也要出去闖一闖吧 男生不管怎麼講 也要弄個主管 弄個老闆來玩一玩嘛 所以呢 其實我也知道 他的大運沒有 他命格適合 可是他的運沒有走到 嗯 所以呢 你這個時候 你去跟他講一些大道理 其實是沒有用的 那還不如呢 就隨著他的命 所以呢 他大學畢業之後 在台灣這裡 工作了一陣子之後 一個機會到了 他出國了 也吻合他離鄉背井的那個大運了 但是在那邊十年之後 我曾經 他大概三十四歲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過 我說你人生最好的一個巔峰期 三十六到四十五歲 我說你一定要掌握好這個運 剛好那個時候 家裡爸爸生病嘛 那我一個人弄不過來 他就要回來 那我也看他回來 其實他想要找工作 我也不能跟他講說 工作不好找 我就讓他自己去床 他當他碰了釘子之後 他其實回過頭來看一看 命理這個行業 還是滿適合他 嗯 那再加上呢 他回來之後 三不五時跟著我出去跑 看風水 因為他對風水比較有興趣 那這跑跑跑 他後來他決定 他說媽我決定 我就走這一行了 剛好他說走這一行的時候 他三十六歲 哇 那他三十六歲這個運呢 他走到的是文昌文群 他代表是一種知名度 代表是一種口碑 代表就是一種學習 也代表是一種教育 那剛好就不謀而合 那這個運呢 轉眼四十五歲就要過了 那如果他在這個運 掌握得很好的話 其實呢 他可以把他自己界定在 101大樓來講 界定在哪一層樓 所以運是自己走出來的 有的時候 機運沒有到 父母再怎麼的苦口婆心 沒有用 反而傷了親子的感情 就等時機到了 他自然而然 他自己入瓮了 所以老師 你這個也是有智慧 因為父母愛你的心 但是嘴巴又不能講 忍住 讓你去闖一闖 是幾個父母像他那麼熟悉的命盤 所以啊 有的時候其實就算在 知道孩子的 知道家人的性格 跟流年大運 這個很重要 但是 他們現在也都出師了 算得好不好 然後會說 那我花錢當然找老的算 老的比較靈 老的比較準 對不對 有經驗 比較有經驗 我媽媽 這是第一好歌 嗯 第一好 好 那第二好歌是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玉佩老師 她是懸膽鼻 懸膽鼻跟一般的鼻 那個 有這個 鼻翼大 或者說那個鼻頭大 不一樣喔 就很標準的一個 紋路在這裡 那以懸膽鼻而言的話呢 那其實 執行力非常的高 言以利己 寬以待人 所以玉佩老師 第二好歌 她是我人生的好老師 欸 你也不用講那麼甜好不好 你是獨子 反正都是你的 哎呦 講得那麼甜 對啦 對 人家講事實啦 你是不是給我先花完喔 你講不好的話 我好講好一點 留一點 第三好歌呢 那就是玉佩老師 她至始至終 她讓自己的氣色 保持在最佳狀態 是 因為玉佩老師 她有一個座右鳴 就是說要隨時 讓自己保持在最佳狀態 對 那這一點 不管是從生活上 或者是說呢 從這個 在對我的一個教育上 一直都是這樣子 包括她在氣色的保養上面 所以她是我生活上 永遠的好姐姐 講到這裡 對 跟大家分享一個照片 這張照片 是今年母親節的時候 我和玉佩老師 就是我幫玉佩老師過母親節 然後有了這張合照 那我把這張合照 放到我的FB的這個粉磚上面 結果下面就有很多人在留言 說老師 這是妳的女朋友嗎 就說老師 這是妳的姐姐嗎 對 最過分的是說 是說什麼 老師 這是妳妹妹嗎 反正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玉佩老師 對於我而言的話 她一直以來都是以身作則 對 不管是說 在生活的紀律上面 或是說對於我的這個教育上面 對 她不會就是說 在我面前做一套 在那私底下又是另外一套 那當然這些從玉佩老師的面向 都能夠體現出來 但我回頭問 其實老師也做秘密行業 好多年 其實秘密老師不是光坐在那邊說 其實是好累 好辛苦的 但經過這樣的分析 妳覺得妳可以放心退休了嗎 我當然放心了 其實她手面向學得那麼好 最初的初衷 你知道是為了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剛開始讓她學面向她沒興趣 但是告訴她學手相的好處之後 她是先投入手相再投入面向的 因為看手相可以摸小手 哈哈哈哈 這個是玉佩老師的說法 哈哈哈哈 你知道嗎 當她會 當她說她會看手相的時候 你知道她非常非常的忙 莫名其妙就是有一大堆的女生 自己就沒事啊 就把她來幫我看 就伸個手讓她摸 對啊 這個絕對不構成性騷擾嘛 所以是因為這個因素 所以好了 學了手相她才進入面向 所以學東西是要有誘因的 其實我對手相有興趣是對的啦 但是摸很多女生的小手 其實我不太記得了啦 哈哈哈哈 摸太多了啦 這個媽媽老師是有智慧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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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